今天的話是接續上一週 就是Iteration跟Iterable 然後的 就是第二週 那 這週的話 主要會是就是再繼續細就一些 Iteration Rater跟Iterable的部分 那 中間的話會有 介紹一個叫做 ZZ ZZ的Iterable的 方法 然後 介紹這個方法 然後 也在 就是進一步的去 像就是區分或者是 瞭解 Iterator跟Iterable的差異 那 第一節就是 這週的第40節 那就是接續 上一週就是有講到一些 就是 有關於就是 Iter Iter跟Next 就是的方法去建構 Iterable或Iterator的方式 那這一節的話是 第一個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 他去 手動的去做一個叫做Iterator的 就是 疊代器這樣子 那 這一節的話 首先他就是 先以 一個 自傳 就是 客廠上給的一個自傳 那這邊的話就是 去補教這個 Iter的 方法 那 一樣就是 co Next的 呃這個 呃 呃 就是 方法去 去 去遍立他每一個 呃裡面的Element 這樣子 那 呃 是一個比較是 複雜的 CSV 的話 啊 這邊的話 舉的一個例子就是 當我們讀入 一個CSV file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呃 他是 呃 就是 就是 主行這樣子 去把它print出來的話可以發現就是 呃 這邊的話就是 呃 第一行的話 第一個raw 的話可以是說是 他這個資料要去 呃 記錄的一個 呃 應該說是 就是一個header 他會記錄就是有 車子跟一些 相關的資訊 第二個則是他的 呃 呃 就是他的資料格式 像是Stream Double 和In 等等 那後面的話就是分別是 呃 不同的 資料就是不同車型 他的相關的 呃 對應的這些colum的feature 這樣子 那這邊主要的話是 除了像 除了就是有點像是介紹跟複習一下 前面的一些可能 呃 資料 因為他是想希望 啊 這些 呃 資料格式去把它 做成一個 呃 整理成一個tuple的 一個形式 那這邊的話有點像是 呃 在資料處理方面的一點是複習前面的 呃 name tuple 跟一些 資料切割的方式 可以看到就是說 呃 在這邊的話 他就是分別在 對 對 header 這一邊 去因為他的 先給他一個index 去做header這邊 就是剛才講的第一個raw 去做一些處理 那第二個raw的話 他是把它定義為就是一個 呃 data type 那 剩下的呢 這就是 呃 我們要的一些資料表分的 那 這邊的話 呃 主要的話是 呃 就是就這個方式先 呃慢慢的去做一些資料處理 像這邊的話就是 先幫資料分成 呃 三個主要部分 就像剛才講header跟 呃 data type 跟後面的 這個資料 這個主要資料的 呃格式這樣子 那後面的話則是 再繼續透過 Name Name tuple的 Name tuple的方式 去做 呃 在資料的 整理這樣子 那最後可以 可以看到說 我可以 這是第一步處理就是 我這個card的Name tuple的話 那他依序會有 呃他車輛的形式跟 他各個 呃feature的 數值 那這邊還差的話就是 他還要再去對他的 Data type去處理 像是這邊的 呃8.08或者是後面這些數字 可能還要再去 轉 對 轉他的Data type 呃相對應是 呃剛才第二個 呃去 第二個弱區定義的 這一部分 那 這個是 呃低節 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會去做 呃這邊的資料處理 其實主要是 他在後面的話也會就對這個 開啟 這個 資料表的方式 就是 也就是說 這個 open 點 open 然後什麼 檔案後 這個withopen這個方式去 呃 對他去做 Iterator或Iteration的 判別這樣 那 這個是 呃 他 第一節主要 那主要的話這邊是最 最後面的 呃 內容去做補程順便也複習 可能讀入資料後的一些 處理跟之前 name to pull的一些方式 那 第一個的話就是 純粹 第一個的話就是有點像是複習前面 怎麼樣去 對 呃可能是 之前講到的string或者是 set等等的方式去 呃呼叫這些 Iterator Iterate 呃 Iterable的 這些math 然後 再來的話 下一節 是 呃 4點 呃 就是 41 一節的話 那 呃 這邊的話是 呃提到一個就是 呃叫做 循環的 Iterator的 呃 就是 的方法 那他這邊舉的一個 呃方式 例子就是 呃可以看到就是像是第一個弱的話 那是 就是 正整數這樣子 一連續的下去就是123456789 點點點 那 這邊呢 第二個 呃 第二個路就是 呃就是分別就是 四個方位 那他也是 呃 依序這樣子下去 那他這邊要做組合就是 希望就是對這兩個 呃序列去做組合這樣 那就是分別是對 呃 有點像是無限 無限的一個 Iterator 這樣子 那 這邊的話 呃 首先的話就是 呃跟上一週一樣的話就是 去建立一個 如果要做這個 呃 Iteration相關的 就是 迭代的話他這邊是 去定一個 Cast 那分別是會有 呃 一樣就是定一開始會有一個initial的方法跟 呃上次 上次有提到就是如果我要做一個迭代器的話會有一個 呃 Iter Math 跟Next 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他 呃基本上就是 呃 去實踐這個上面的一個 就是這個 output的結果 去做這個 迭代器 那 這邊有提到的話是說 那 如果是我是用一般的FOR回去 那 基本上的話我們會給定他 呃 一定的 就是說 我去做迭代的一些 次數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就 沒什麼疑問 就是 一樣就是 四個方位去 結束 這樣子 那 就是 這只是在 呃 應該說 呃 先 先了解一下他的迭代 方法 那後面的話 呃這邊的話就是 一樣就是 co 呃前面有提到就是 創建的這個 呃 開始 那 呃我去 呃 做這個 Iterate Cycle的 呃 Instant之外 那 我這邊 呃 怎麼樣去做 Making 那這邊 如果是用FOR回去 那最簡單的話就是 呃 相對應就是 呃 有限的數字 有限的數字下去做這個組合 那 除此之外的話 呃 呃 這個 要做出這個方式 我們其實也可以像是 呃更早提到的就是我們可以用 呃 Lista comprehension的方式 也是可以做出 呃 一樣的小果這樣 那 呃 除此之外的話 這邊有提到就是還有一個 Zip 也是之前有用的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用 Zip的方法去 將呃 呃 呃就是 可以輸出成一個 FOR的方式就是包含 前面的 第一 第一個就是 最早第一個RAW的 呃 數字 第二個的話就是 四個方位的方式 那 再來的話 呃後面還有提到 的方式是 呃 哦 那後面的方式的話就是 直接的話就是我們用 呃 就是剛剛那個 Iterator的方式那直接去code 呃Next這個方法 這樣子也是 呃 呃一個 呃就是一個做法這樣子 那 這一節的話 呃其實主要是 呃提到的是 他 怎麼樣去對這個 呃 呃應該說 呃迭代器那他怎麼樣去 呃做一個有點像是 有點循環神的一個效果這樣 然後 再來的話是 看一下 下 再來的話呃 呃第 呃 第四 二節的話 基本上 呃這一節的話就是有提到一個 後面會講到就是跟 Iterable 跟Iteration差異的 呃 呃會有一個應該的性質就是一個叫做 呃 daily evaluation 那這邊簡單的有點像是說 有點像是說我建議這個 Cast的話有些 Property 或是有些 就是數值或者是應該說有些Property 我不會 馬上去做一些 應該說做計算 我可以先 純粹 有一些 會先存在一些 暫存或是 暫存的地方 等到我真的要去補教他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才會去做 計算這樣 那 這邊的話是 給出 一個 例子有點像說我 這個例子的話簡單意思就是說 我等到 真的需要口到說我這個 Movie的時候 我才會去 真正的會去 他這個 Loop out Movie Database 方法去 尋找相對應的 我之前建立的 方法去做計算 那 整體 來講的話 這邊會舉 兩個例子 主要的話就是 第一個就是 做 數學上的一個階層 也就是從 就是一個正整數下的 相乘這樣子 的記憶這樣子 那另外 另外一個話則是 他舉的一個 例子是像是 我在 露頂一些 可能像是 貼文資料化 那我有沒有辦法 比較有效率的去 做 Lazy的露頂 讓他不要一次 讀太大的資料 然後我需要的時候 才去做 純取戰 那這邊的話 這一節是 比較像是一個 概念結束 那他相對應的話 是在下一節 是 43節的 這邊有做 Lazy Iterable的 算是 技術的 實踐 然後 這邊的話就像剛才提到的 就是 他前面的話是先提 前面的話是 先 還沒有提到就是剛才 講的階層跟 貼文的例子他是先以 呃 呃 計算一個 呃 原面積作為一個 呃例子 那 呃 第一個方面的話就是 呃 關於就是他計算一個原面積 那他這邊的話就是 先設置一個 Circle 那分別就是會去定義他的 呃 半徑跟 怎麼樣去計算他的 原面積等等 那 呃 最一開始我們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 我們要去看他有沒有去 呃 應該說 計算 原面積跟儲存 呼叫的時候有沒有去做計算的話 那我可以先去 看他 那 先創 創結一個 Instant 那 呃 像這邊的話我們是給他一個 半徑文一嘛 那 相對應的如果我們夠這個 C一點area的話 他就會去計算半徑文一的面積 呃 同樣的 對於這個開始我們也可以去 呃 變更他的 半徑 那 相對於的話 就是 這邊的話會顯示他的 呃 半徑跟原面積 但是 基本上就是說 他 呃 我們在改變他的 呃 就是這邊依照這個方向 應該就依照這個class的定義的話 我們在改變他的半徑之後 我們同時也會去 呃 去計算跟儲存這個 area的數字 那這是 如果說我們沒有再去做 呃 特別改變的話 他的 呃 應該說code的執行式 形式是會這樣 這樣 那 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計算的時候 就是 就是 不會去 呃 等到說他要 嗯 我們要code他的時候他才會去 做計算這樣 那這邊的方式就是指說 呃 呃我們可以就是 在額外去 呃 定一個 呃把area這邊的 去把 呃拉出來去做一個 這邊一個 property的修飾器去 去做area的計算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呃我們在創建 新的一個 instance的時候在code他的area 呃 那一樣是 剛才的例子 那如果是後面 去做修改的話 那等於是說 依照這個方法是 呃 呃 我們去code這個area的話 他才會去做 呃 呃這個 面積上的一些計算這樣子 那 最後的話是說 呃 我們可不可以就是說 不用 呃 面 當 呃就是說當 我們的 呃 呃 剛才有code就是 修改他的半徑跟他的area 兩種 呃形式 那 這邊的話是說看可不可以說我們 真正就是 area 的數值 改變的話 那我們才去做 呃重新的計算這樣子 那如果說他沒有改變的話 我們就不用每次做重新計算 因為如果依照上面的話 即便是我們再去 呃 呃給定 再去code一次 c.area的話 即便是現在的radius 還是2 那他還是會再去重新去計算 12.5666 這些 56637 點點點 這個部分 那 下面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直接在 這個方法的話再去做一個 呃給他一個 就是 在 這邊去做一個area的 呃這個setter這邊去做設定就是 出使給他是 那這樣 當我們是 呃 重新去出使化的時候我們回去 才去做他的 呃 計算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是說如果 呃 呃 我們一開始的半徑是1 那他實際上 我們去code他的 area的話 那他會是跟剛才前面一樣 就是3.14u等等的 但是 呃 我們 如果再看到的時候再不改變 呃這個 這radius沒差 那如果說我們再code一次他的area 因為我們沒有去改變他的 半徑所以實際上他的面積應該是 不會去做改變 那因為我們這樣子的修改所以 實際上他 呃 的面積 就是不會 做更改所以 這邊的話就等於是只是 再緩存的地方去把它再構出來 我們就不會像前面一樣再去 呃做他的 一個計算這樣 所以 呃 所以如果當同樣的跟上面的方法一樣就是如果我們一旦半徑改 那他的 呃面積 也相對的就是 編更 那這樣子的話 這邊的話也會依照我們的方法去 訓出這個 calculate 因為他的 呃面積也做修改所以我們這邊也不會是重換 那邊拿是因為他要再重新計算 那 啊 這邊的話就是 提到一個就是 呃 就是一個 呃 一個 Lazy的 Iterable 的方 一個方式就是透過 這樣子的話去 應該說減少 呃 多餘的一些計算或者是 呃 呃在可能說數值上不應該說整個數值 的 不做改變的話那我們可以減少一些 呃 計算的一些資源這樣 嗯 的 再來了 是 Ici 或是 是 那 節的部分說這邊有點 是說 呃 就是有關於剛才的 alı 方式 他有提到說這個概念其實 就是 呃 就是一个叫做ZZEvaluation的一个 就是一个应该说一个常用的一个方式 不只是说它在Iterable或Iterable会用到这样 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总结 就是可以简单讲是说 就是说怎么样去简单判断 就是Iterable跟Iterator 那简单讲说如果说这个物件我是Iterable 那它可以就是可以迭代一个数字这样 那如果是一个Iterable 它基本上它就是只会返回它这个 应该说它只会返回一次性 而且它是会返回它原本的 它会返回它原本自己的一个迭代器这样 那这边的话虽然是 写的就是可能比较难以理解 然后后面是有再去做这一部分总结的一些说明 那这边的话是就下一节的话 它有给定几个它前面提到就是包含 前面它open就是关于处理那个CSV的方面 它有用到一些几个常用的方法 像是range zip跟enumerate跟open这样子 那它分别有去后面去对它去做一些解析说 它到底是属于Iterable或Iterator 那像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说像是range跟dictionary的这几个key value跟item的话是属于Iterable 那这三个就是例如enumerate跟open这个CSV档案的这个方式 是属于Iterator 那这是一个简单一个小总结 那后面的话是第四十五节 它这边有再去做比较深入的解析这样 那这边的话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就是它这边有提到四十五节 就是它有提到说它是用这个build 都是拿python就是内建的Iterable或Iterator为例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range的这个function 那最简单的判别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是Iterable 那就是我们去判断说是 有没有Iter跟Next这个两个方法 如果是Iter这个方法是有这个方法的话 那没有Next这个方法的话 基本上就是属于Iterable 那如果是两者都有 就是有Iter跟Next这两个Math的话 那就是会属于Iterator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就是首先去对这个range function 去做简单的去做判断这样子 那不值得外的话就是后面的话 也当然也可以就是我们也可以去用直接去call 它比较简单就是直接去call到这个Iter 不用这个function比较简单这样 然后后面的话也特别是去对Zip function 就是去可以发现说Zip function的话 它这边的是一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它这边的判断就是它在Iter跟Next的方法 它其实都是一个都返回是一个 这个方法都是有存在 然后它Zip就是你创造这个Zip的Instant的话 你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看到它是一个Iterator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应该说一个迭代器的一个 还有一个机体位置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也是同样的话是对Open开启这个Zip的去做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Iterator跟Next这两个方法去做判断这样 那后面的话则是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就是透过这个方法 去对应刚才最早前面第40节那一部分 我们怎么样去可以用这个方法去 有点像是读取这个CSV的方式 就是去做就是刚才讲的Zip就是用Zip的方式去存取 等于是说它可以去读行读行的去读取 可以在我们这个文件上面去读取的效率会比较好 不用一次性的去读取 那这边是它这部分有在特别其他做的介绍 那比较像是接续前面第40节的部分这样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都是这一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一个Enumerate 那这一部分的话也是对它的方法去做check这样 那它去勾这个Iter跟Next的方法 它基本上返回的也都是true 也就是这个Enumerate是属于一个Iterator的部分这样 然后 对那所以 刚才有前面有提到就等于是说 它的 等于是说因为Iterator它是 可以想成就是它是一次性的偏力 就是工具这样 所以等于是说它会 因为一次性偏力所以它就会直接消耗完 所以等于是说 像是这个Enumerate的话 可以发现就是如果我这边去给它去做list这样的话 它这边会 依照上面这边 依照上面这边依照形式去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去做一次性的去对这个做list的话 那其实会发现它这边的话里面就是没有东西 就是已经把它好进入 就是它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迭代器 那后面的话也是对刚才提到的Dictionary的三个方法就是 P-Value跟Item这边 那这边发现这三个方法基本上也都是Iterator的一个形式 然后这一节的话 其实主要的话是 比较像是 接续上一节的结论 它分别可能 比较简单 就是在去做程式上的一个始作 而且是以PythonBuild-In的方式 就是刚才提到的 有Zip 然后Range Enumerate等等的方式去做 分别就Iterable跟Iterator去做分析这样 那最后的话 最后一小节是 49节这一部分的话 基本上它这边提的概念 就是没有特别跟前面几节差在哪里 就是它主要的话是 一样就是提到这个Salt这个Function 就是它提到说这个 它其实不只试用是 它应该说它试用的一些迭代对象 不只是我们常用的一些sequence以外 那它这边还会去提到一些其他的一个方法 像是它这边做Random的一些排序的方式这样 那基本上这一节的话 就是再去介绍它的Sorting的Iterable形式 那跟上面几节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这样 然后整体来讲这一周 主要概念就是它是透过一个ZZ的这个Evaluate的方式去 有点像是在更介绍Iterable跟Iteration这样 然后主要的话会提到是怎么样去最简单的去分方法 就是用Iterable跟那个Next的方法去判断说它 本身这个是Function或是这个方法会是Iterable或Iterator这样子 那还有再稍微再去做简单的这样的分析 那相对于上一周主要是教大家如何去建立一个迭代期 或者是它的Iterator建制上有什么差别跟一些限制 那这一周内容稍微有在更细部的介绍两者的差异在 那这个是我这周大概简单的介绍 请问大家有其他问题或要补充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今天的分享就大家知道这样 那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展示一下 并iza由于你一边的时候 真友 并如何变成转应 我们 吧 如果 小Lo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